又有游客把危险当有趣了 南海游客中心有游客骑着机车 直接从后门穿越大厅到前门 虽然没有撞到人但也引起侧目 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 将从车牌追人以观光发展条例去开阀 南海游客中心是提供游客搭船 前往南北海旅游时的后船空间 旺季时随时长保大厅内有数百人停留 也因为内部没有安装冷气 因此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大门都保持开启 没想到这却成了游客嬉闹的场所 有游客不但未戴安全帽 还直接从后门穿越大厅到前门 只是这个影片一波上网 马上引发关注 有民众说这个行为很危险 大厅怎么会是可以骑车的地方 有啊有啊看到那个年轻人 哇那个没有戴安全帽 啊直接从我们的二号的出口 这样穿越到我们的一号出口 啊这样很危险耶 因为我们这边游客很多 而且要出去的时候 因为差点都撞到游客 那个真的太危险了啦 很危险啊因为他这样子进来 啊我们人突然从旁边躲出来 啊被撞到这样子受伤的也是我们 就很危险了 这里是游客进出的地方 车辆不应该在这里行驶进出 这样很危险会 会让客人发生危险 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 如此的行为很不可取 南海游客中心是室内空间 不可以骑乘机车进入 他们会试着以车牌追人 不排除以观光发展条例规定的车 不得进入禁止区域进行开阀 阀缓在5000块以上 警方则表示当地不属于道路 所以不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但将通过画面追人 以社会秩序维护法进行开阀 有关南海游客中心后船大厅 于7月19日有一位民众 骑乘一部普中机车驶入游客中心大厅 本分局虽未接获民众报案 但得之后已主动调查 经了解该游客中心后船大厅 非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之道路范畴 为该民众行为可能造成其他民众之危险 本分局经调入相关监入系统 收集相关具体试证 将以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8条第二款财法 现在因为旺季关系 游客多了许多 而人一多 就会有脱续的行为产生 只是穿越大厅的行为 虽然短短几秒 却可能造成伤害 还得面临财阀 记者 陈荣誉报导